一月十三開票之夜 民進黨中央黨部前方 北平東陸陸權 日前因為被民眾黨支持者搶下 引發綠白戰火 不過根據北市府網站的最新公告 這個道路使用申請已經被駁回 稍早講完也有最新回應 對 因為按照慣例 還有依照相關的程序跟規定 就是新公處會跟警察局 他們來核審 他們也都會依照專業的判斷跟評估 所以來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想警察局 當然他們有他的考量 在這麼多年我們不管是在台北市 各個陸權申請到以後要舉辦 各種大型的活動 特別在選舉前的造勢活動 他們一定有警察專業的評估 跟經驗的判斷 所以我想我們尊重專業 跟相關的程序跟法律規定 講完強調依法辦理 不過對此中正一分局表示 是基於維護各黨派競選總部安全 以及預防不同立場民眾發生衝突 故該路段見與駁回 柯文哲今天則說 他還不知道細節 沒有辦法回答